前面就是我的店铺 这是门口的一个小摊 自从印度炼制遮堂法传入大堂以来 这白堂的销量可谓其货可拘 几个月前小弟从岭南客商那里 购买了一批白堂 都在这呢 本来是想大赚一笔 可谁想到 保存不免 这堂寿潮凝结卖相不佳 眼看着亏损在即 小弟 又把这店铺出售的想法了 哎 兄弟我不是块经商的材料 还望子豪兄帮忙给问问 有没有一些办法 这可是黄金地段 要是在这开个花露手转卖店的话 那就大方 手一胸莫及嘛 有可能的话 我觉得 如果店铺连同七样的白堂一块出手 肯定很快就有消息了 那就太谢谢子豪兄了 哎 客气什么 我是兄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嗯 这是个好机会 赶紧回去找老四商 让陈佳出面把张盛的店铺盘下 在商业街上要是有个专卖店 利润简直太客观了 可不容缓 秋天就要过去了 潮岸的东台潮湿阴了 日子不好过喽 你每天给老四出门忙活 多穿点衣服 原来你们在这儿包着呢 赤金 来 看老爷 给你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 这儿还有呢 你的 是小侯爷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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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上好的段子 福晉真是体贴人微 看来从古至今女人都一样 看见奢侈品就走动道了 哎 男人真是可悲啊 难怪都说女人红颜一笑值千金 幸亏老子如今有点钱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挺贵的玩意儿 你别凑上鼻涕了啊 本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姑娘 别弄得跟傻妞似的 拿来 给我温温 哎呀 你别抢她的啦 你说不要再做自首自己冲操上 子豪啊子豪 你的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奥妙 居然想到用纸擦 就连皇族都没有想到啊 姐夫真有眼光 拍下这么好一处店面 是啊 方心斋 这个名字如何 老爷起的 不错 还真是不错 方心斋 花露水 适合 要不要跟夫人商量商量 姐夫定就定了 跟她商量商量 她可是你的亲姐姐啊 这个老四 怎么从她身上丝毫感受不到 唐朝女人的味道 分明就是个小白领 工作狂 难道她也是穿越过来的 夫人 你要困了的话就睡吧 好困烦啊 你们都回去吧 有什么事文件在上面 姐 你困了就睡你的 我跟二女上西屋商量去 服力等 这夫君忙 二女也忙 今天你走了明天她走了 就剩下妾身一个人睡懒觉 改名啊我还睡 我要让长安城的人都知道 大名鼎鼎的王子豪 娶了个懒婆娘 你可别气我了 就你清闲 我这几天都手忙脚乱 我忙完了这一阵子 好好陪你了 咱家现在不短钱用了 这再多的钱也没个盼头 夫君的身子若是忙坏了 妻生和二女的下半辈子 还怎么过呀 这再多的钱 也比不上一个好郎君 不如造纸作坊送给公主吧 咱们不要了 别瞎说 公主就贪咱们个小作坊啊 可你想得出来 既然跟人家合作 就好好地跟人家合作 不赚点银子 也赚点名声啊 妻生就是一时乱说 妇女别往心上去 不过妻生发现 二女这丫头对公主 好像不太上心 公主每次来 她都怪怪的 二女小孩子家家的 看生人都这样 瞎想什么呀 那公主一天到晚 往咱府上跑 夫君辛苦学的东西 全让她录走了 合适吗 你放心 你夫君我肚子里边 东西多了去了 就她这个录法 也得录个三五年吧 再想研究明白了 还得个三五年 那岂不得来个八九年 这一个女人家 八九年的今晚 咱府上跑 还是个寡妇 她不怕弄出个 非短流长的 怕什么呀 有什么可怕的 这再说了 八九年 怎么也得生点情分出来 她不怕撂不开呀 你 别 想的太多了 阿联 这回咱生产又得抓紧了 是啊 这下可够咱们忙的了 生产 做饭扩建 还有放心斩要开业 我就看不上我姐那副嘴脸 不就嫁个好男人吗 她美得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不是对你蛮好的 你不应该这样 反而我看不上她 这公主是个俏寡妇 性子好 文采学识都好 就是生了情分也不奇怪 再说了 她的身份进不到咱家来 其实还不至于顾虑 看把父亲紧张的 躺得好好的 怎么就做起来了 没紧张 我躺得累 坐一会儿歇歇 腰疼 公主的吧 咱家好像没这样的手绢 我想想 那天 我们可能是去山庄的时候 给我擦汗 我擦完之后 我就忘了 顺手就揣回来 夫君啊 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撒不了谎 一问什么都结成 没撒谎 真的 没撒谎紧张什么 没紧张 夫君自从得了那场病 就彻底转了性子 起初 我还以为是老天爷开了眼 应了妾身许的愿 让我的夫君转了性子 可现在怎么看 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转性子就转性子 人咋还能变呢 妾身就是打个比方 人当然还是原来那个人 不过想来也奇怪 夫君原来 顶多就是个 娇生惯养的豪门弟子 读书 写字 顶多做个歪师什么的 也都是个半调子 你说要是府上传下来的 那老太爷当年那么大的能耐 也没能让哪个公主看上 还一天到晚的往他家里跑 这照夫君的话说 学个三五年 录个三五年 那岂不是得从娘胎里 就开始学了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还不是都让你气的 该想起来的都想不起来了 不该想起来的都出来 就怪你 没事老往庙里跑 歪门邪道的瞎求啥 那还不好 改名我再去求 给我的夫君啊 多求个几十年的本事 等一下公主来 把这手绢划给她 啊什么啊 什么都瞒着妾身 只怕公主的心理 都比妾身清楚办了 不是 你说她公主能知道啥呀 这公主无非就是想 从我这儿搬点知识 搬点学问走 嗯 起初是搬学问 然后就是搬心 这多久搬人就不知道了 哎 夫人 怎么了 该不是着凉了吧 一定是被二女传染了 这天啊 一天比一天凉 再忘的炉子 恐怕也解不了寒了 这怎么行 我堂堂侯府 怎么可能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好 夫人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给你解决了 瞧夫君说的 这老天爷定下的 夫君还能改天换地不成 哎 这么淡的事就别惊动老天爷了 哎 那个东乡房是不是还空着呢 哎 哎 不是因为夫君当初爷爷不归 妾身无可奈何才搬过去了 现在如今夫君爷爷陪伴 妾身才不愿意过去多守空房呢 哎呀 往事不堪回首啊 夫人就不要再接旧伤疤了 赶明儿我就叫人 赶紧把东乡房给我修个火炕 到时候 今年冬天咱们都搬进去 怎么又去东乡房啊 你不去 我心里有阴影 夫人现在说不去为时尚早了 到时候那火炕修好了 你一进去 我就怕你不想出来 到时候 阴影化作阴阳天 哎 这怎么还越来越严重了 要不要我找周大夫给你看看 这打盼底是小事 常言说得好 一想二骂三惦记 这会是有人 在惦记夫君肚里的学问呢 哎呦 你就别乱想了好不好 怎么越说越邪乎了 我心里只有你个二女 对公主无非就是个好感 哎 小蝶 那个前些日子从老四那儿 拿了好多糖过来 嗯 现在秋天了 雨水也多 想必都受潮了 夫人昨天吩咐过了 让你把这些糖做成寿糖 现在赶着用呢 快去弄吧 是 把这边 礼拜所有的人都 都让他们上那边住去 不要在这边了 哎呀 到时候都要一位瓶子 小蝶一瓢 哎 走 哎呀呀 回来回来回来 你这拿着什么呀 哦 这是白糖 寿了潮的 夫人说把它做成寿糖 寿糖 什么是寿糖 寿糖就是 寿糖就是把糖熬化 然后把它倒在 刻着动物的模子里 倒出来的那个糖啊 就变成小动物的样子了 这个是大户人家过年的时候 上席显摇摇用的 显摇摇用的 哎 这张盛家的糖 放在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熬糖 糖浆 糖葫芦 太聪明了 糖葫芦 糖葫芦是什么 哎 你回头啊 把秦玉送过来的那些红果 都收拾干净了 老爷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啊 你就像那东京的一把虎 我爷已经忍受我的心窝 哎 你们俩啊 把这堆土坯 一一会儿给我到那边 气成长方台烧干 然后留下孔道 跟烟囱相通 明白吗 你看我一猜你们就不明白 幸亏我早点准备 来吧 就倒着这个 倒着这个气 夏侯爷 这台子得气多辣呀 能气多大气多大 把这月儿给我弃满喽 你暴流多大 这么大 这么大吧 这么大 好了 您弃吧 我一会儿来检查 弃满喽 好 二女 您这干嘛呢 老爷吩咐的 我看你 干的好 老四啊 你把这个熬成唐吸 把这个糖 拿什么啊 熬唐吸啊 小蝶 夏侯爷 那会儿弄那个竹签子 要比 一二串那个签子长的 把这个都洗干净了是吧 嗯 到时候都穿上 自己愿意穿几个穿几个 好 是 熬唐吸 我来我来我来 能放吗 嗯 哎呀呀呀呀呀 这就是大火炕吗 干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啊 你小灰说这上面能睡人 而且能睡好几个呢 何时能烧干 使劲烧吧 烧干了算去 真他娘的热 别顾你自己嗝 你看我这都成什么样了 你跟我来一碗啊 嗯 啊 你还别说 咱那个小侯爷呀 对夫人真是没话说 要行行给行行 要月亮给月亮 整个长安城 有的没的 只要夫人们一句话 小侯爷都是在所不辞 这就是爱情 哎呀呀 你这个佛门弟子 哪里懂得什么 轻轻 哎哎 难怪被诸出了少林 根性是那心术不正 我特娘超年 慢慢慢 出家人 我佛慈悲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好兄弟 好兄弟 告诉我 到底这爱情是什么呢 和有情人做快乐事 我哪个岔 八个字 我靠你居然多说了啥字 我靠佛祖显灵了 我靠你居然破五了 怎么越来越热 那必须的 一说到爱情 整间屋子都或烧或燎的 连我也搔手了 火炕 大火炕 孙子 二娘子 好 火炕烧着了 过火了 差不多了 二女 把红果拿来 开火炕烧 炕烧 炕烧 先拿两个 一战 好 你先拿出去晾晾 给他 冻好了再说 小侯爷 小侯爷 侯爷起火了 起火了 起火了 小侯爷 就在这儿 你看 这么大烟 我让你们收坑 谁让你们放火呀 我哪知道啊 二娘子呢 二娘子 在里边呢 在里边呢 二娘子 小猴爷是嘴 还疼有脸叫 赶紧淡水叫火呀 是 哎呀 可愁死我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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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放到这儿就行了 好嘞 夫人 二女 正了吗 行 放好了就下去吧 把脸赶紧洗了 看着怪难受的 夫君啊 冬天就睡这儿了 这么大 能睡吗 怎么不能睡啊 头发长近视短 哎 算了 这个朝代 用头发长短 是分不清男女的 当然能睡了 你睡着就知道了 又暖又舒服 关键深大 给随便 夫君 还愣着干啥 赶紧站地方啊 一会儿没你地儿了 啊 我啊 我说她呢 什么意思啊 这 这床大呀 再睡个三个人还能翻跟头呢 也不能让他一个小丫头在外边冻着呀 小朋友 夫人 你睡住间 你睡着 他以为你放屁了 四月兄 走好久 你怎么不进去啊 走走走走 小连 小侯爷 小侯爷 让秦小侯爷烤烤手 烤烤 烤烤 这烟熏火了的你还受得了吧 子豪兄 小弟 今日过来特地给您辞刑的 后日就要随大军开拔 赶赴隆佑了 怎么 要从禁军抽掉人马 百姬与墨和联兵入侵新罗 刻日间就失了三十余程 新罗贞德女王撰写了太平诵 老公亲自刺绣成仙大唐祈求救援 皇上才决定派出援军 真的要打仗 昨日接到的消息 左五位大将军已经动手了 这次抽掉了关内九支府兵 来加强隆佑的兵力 以防吐蕃陈火打劫 子豪兄 小弟要赶快回去收拾东西 就此别过了 等等 子豪兄 兵者 国之凶也 伪战 然战则必胜 请我心存善意 给敌人可乘之计 小弟 谨遵救援 高丽已经被太宗打残了 如今朝鲜半岛就剩下百祭这份一次 对于仰兮多年的大唐来说 只要拔除这根刺 就能顺利地把朝鲜半岛落在手心 这次百祭营末和南兵入侵新罗 对于皇上来说 正是瞌睡送上热枕头 紫豪盘下的门店 令花落水的生产和销售更上一层楼 王家日进斗金 下一集 紫豪冒充军事专家 三言两语就灭了高丽 屌丝再次迸发耀眼光芒 连皇帝都震惊了 皇兄的意思是 夹封又五位陆氏参军 让他入朝为官 张悦 賢声共鸣逼劫 三生眼六水间融化誓言 零飘散渡天地前 千里思索雪连天 谁一书千思念无边 一个浓烈风啸云变 泪色奔驰卷 往事如烟相思难解 愁传美少见 铜镜碎几篇 放拆着半面 一个难言一曲绝连 提音困论别 往事断线无声有念 情商将不见 回眸穿千年 我此生不觉 一个门烈风啸云变 泪色般指尖 往事如烟相思难解 冲上美少见 铜镜碎几篇 发柴着半面 你各难言一曲绝连 地云困冷辩 黄石断线无声有念 情商将不见 回眸穿千年 我此生不觉 铜镜碎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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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镜碎几篇